一百零八年度國光體育獎章頒獎典禮 要表彰過去兩年來 在國際舞台上有傑出表現的運動員 其中大力女生郭信淳 個人在二零一八一九兩屆市井賽 還有二零一九雅井賽等三項賽事中 累積了九面獎牌 以及預估六百萬的獎金收入 都是全部選手中最多的 他也表示會好好的利用這些獎金 會去思考 因為畢竟自己能夠覺得年數也不多了 對 然後當然在未來的規劃也會算進去 工藝上也會有稍微的去了解 然後去幫助這樣 下禮拜準備飛天津比世界杯 就是奧運的第三階段的資格賽 然後在明年的四月 會有亞洲舉中舉廟賽 然後亞洲舉中舉廟比完 應該就可以確定說 自己是否可以拿到奧運的資格 台灣除了有像郭信淳這樣 世界頂級的個人選手 團隊運動的表現也不遑多讓 其中像是U18棒球世界盃 就拿下了睽違九年的冠軍 大會MVP余謙也出席了頒獎典禮 代表團隊接受肯定 太感謝台灣人的支持 然後感謝自己的家人 然後謝謝教練的栽培 更精進的話就是球速 就是讓自己突破更快要再更快 現階段就上次丟到150就是達成 就是現在我要把目標放到155 儘管在高中階段拿下世界冠軍 余謙也不以此自滿 要持續緊緊自己的個人能力挑戰世界的舞台 對於其他獲得肯定的選手也是如此 得獎只是一個過程 接下來還會替自己設下另一個目標 在運動場上繼續突破自我 偉而提新聞消息商李優謙採訪報導